欢迎您再次回到麻辣下午茶 我是李嘉一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为大家请到了一位 UNC的大学生 他的专业是business 但是他的爱好和business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Jacob Hello Jacob 你好 你好 我们之前采访了很多学生 他们都是爱好唱歌 然后有一些爱好舞打 但是你的这个是变魔术 为什么有时候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首先看我的体型就不太对 我的体型比较胖 所以唱歌跳舞或者舞打 还是很灵巧的 对 灵活的胖子 但是就不好看 真的就是上台就不好看这样子 所以我就决定了 要跟别人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决定了还是就 其实也不会 你有没有想过把自己变得瘦一点呢 自己既然是魔术师嘛 有没有这个能耐 其实我变魔术 别人点的最多的魔术 第一个是变钱 第二个是把我变瘦 你说到点了 因为马上新年就到了 其实一转眼的时间就已经是年底了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想看 能不能给我们变点钱出来 什么样的钱都可以 这样子大家也看得开心对不对 OK 说到这个 其实你看我这里有一个 这样子 你看我这里有个中国的股币 那中国的股币呢 可能你要放近一点 对 OK 你看 现在是黑色对不对 那既然说到过年 当然就是要用黑色 就是要用中国的元素的东西来变魔术 比如说现在是黑的 是 我要变给大家看 然后教大家怎么做 OK 太好了 比如说你看 用手 用手 怎么会变红的呢 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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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过说我要教你 所以其实这个魔术非常简单 所以我还不能着急吗 心太急了 对对对不要着急 所以你看 其实这硬币呢是一面红 对 一面黑 原来就是你转了一下而已 对对对 但是但是仔细看 所以你看 你只要遮着同时转就好像很神奇 可是如果你不遮然后转就看起来很蠢 所以其实魔术跟蠢之间的距离 这是一线之差 对对 就是其实是一线之差 不过既然你已经知道秘密以后呢 所以如果我可以把硬币呢 像这样子变成蓝色 你可能也不会觉得 等等等会 刚才我明明看见 只是黑色和红色而已 这蓝色是怎么出来的 其实你知道秘密了 是一面蓝色 一面红色 一面蓝色 一面红色 你已经完全混淆我的概念了 对所以其实特别有点 所以只要我把这个硬币 像遮的同时转一下 就变蓝色了 对吧 可是只要弹一下手指 你就发现两面的其实都变蓝色 像这样子 为什么为什么 然后这里可以检查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我不知道大家的眼睛 是不是雪亮的 至少我刚才是没有看出来 这明明就是两面都是蓝色的嘛 对啊 没有差 这真的是 这是真的 对是真的 那我转一次给大家看 好你转 看好这边是蓝色的 对 还是蓝色 还是蓝色的有没有 很厉害吧 厉害厉害厉害 焦虫小记而已啦 只要大家喜欢就好 那你刚才说焦我们 焦我们怎么样可以 到底是有成这么多种颜色 对 这就是你们的一个学问 对对对 已经焦完了嘛 就弹下手指就可以变色了 谢谢 谢谢JCOP 这么如此的焦我们 其实呢 这个就是魔术里面的奥秘了 有的时候呢 你也说过 其实对于观众来说 不是要去深究它 我们只要去享受它 就可以了 对对 这就是一时之间的快乐 只要是我们当下 那个moment觉得对了 那就是对了 对对不对 这也是你的座右铭吧 我想 对 我希望是啦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那我希望是 那你得到最多的一个反馈是什么呢 你当表演完了之后 就是一般就是 哇你好棒啊 哇你魔术变得好厉害啊 你为什么要去读大学啊 你就开始变魔术就可以了 这样子 我觉得读大学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学要先把它读完了之后呢 你再去发展你的这个魔术事业 对对对 我相信会有更多支持你的人 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 你刚才跟我说啊 除了这个钱币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要表演的 对对对 那今天呢 带来就是一副扑克牌 首先呢 你看 仔细看扑克牌 这是真的扑克牌 是真的扑克牌 这个是左转转右转转 它都是一个颜色 对对对对对 这是真正的扑克牌 然后从背面看呢 当然每一张都长得一样 是 对 然后从这座扑克牌里面呢 我想你这样子 随便 随便拿一张出来 没关系 就随便挑一张出来 随便没关系是不是 然后我想你这样 我要给你看吗 不要给我看 然后在扑克牌上面签名 签名 对对 是正面还是背面 这个地方签名 那你不能看 我不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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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签个名就好了 可以了 然后以后我 等一下你签完名之后 我还可以放eBay 然后把它吹吹干 对对对 然后我还可以放eBay卖 我是可以放回去了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你看 L18还主持人的签名 这样一张卖五块钱 只卖五块钱吗 不不不 五块钱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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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以如果你看 我现在把你扑克牌 像这样子 嗯 放到扑克牌对里面 你看 然后把它现在 稍微打乱一下 嗯 如果我能找出来 那其实就家常便饭了 我不是都能找出来 所以我要做不一样 我要把它变出来 所以仔细看 最顶上不会是吧 最顶上是都不是吗 最底下也都不会是吗 也没有 对吧 你仔细看 我在弹下手指 你就发现了 这样牌就会变成 美花J 还有签名的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你看美花J呢 如果我把它像这样子 放到扑克牌 我可不可以我自己随便放 可以 没问题 大家让你自己放 好 不在上面嘛 对不对 没有 也不会在下面嘛 也没有 大家赶快睁大了眼睛 快不去看 摊下手指呢 你就发现了 又会跑到最上面 怎么回事 再来一次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刚刚眼睛真的是 完全放在上面的 你让我自己 对啊 慢动作 慢动作 待会我再做一次 还是这样 像我放进去对不对 然后再摊下手指 你就发现可以跑到最上面 对啊 你这时候就问说 为什么不让我放进去对不对 所以你有很重要的任务 所以你的 trick是 来 原来是在这里啦 不是跑到最后 那所以 很多人都问说 这个模式到底怎么做到 其实非常简单 我跟你讲 这个模式怎么做到 首先呢 是一张你的牌嘛 对不对 如果我把这样签名的牌 像这样弯起来 然后放到中间去呢 你就看到中间是弯的对吧 对 可以看到中间是弯的 所以如果我把这样牌合起来 还是可以看到大概 对 还是有个弧度在 然后仔细看 其实整个魔术的秘密呢 就在弹纸之间 所以仔细看 对 最上面这样牌的就会 等一下 等一下 然后打开看呢 对 就是有签名的梅花椎 明明刚才是中间的 为什么突然会跑到最上面来呢 对 然后这样牌 就可以送你这几点了 好神奇啊 这完全是两只眼睛不够用 我发现 非常感谢JayCup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希望大家刚才也看出来 点端倪了好不好 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 这段广告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